那手機響了我會馬上點開 夢寶的第二個傳言詢給我 你們一定想不到第一個是誰 是魏汝萱 來來來 嘴角都 你自己覺得上癢 有啦 就只有吃個豆花 因為我爸 我爸每天當天就 公布之後就買了一碗豆花來找我 給你錦上天花 就蠻有趣的 我沒有特別慶祝 有啦 有約孟柏等他 我們就月中的時候回來我家 然後聚聚這樣 然後跟聚友 因為他們一起這樣 其實我不敢看 那時候我是不敢看 然後其實孟柏是第二個傳點訊給我 因為我一直在偷瞄手機 因為我知道公布的時間 那我不敢看直播 然後手機會被響 那手機響 我馬上點開 然後孟柏會第二個傳點訊給我 那第一個是誰 你們一定想不到第一個是誰 是魏汝萱 因為他是我的好朋友 然後我也嚇到 他怎麼會傳點訊給我 然後我點開 然後他就錄音 然後大叫我的名字 然後我就 就還入圍入圍 就很開心 因為我們兩個在吃火鍋的時候 所以他就也很淡定的跟我說 嗯 恭喜 比較平淡 對 他很平淡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 你知道嗎 我根本不知道是那一天公布 然後就是 謝忻 你真的很煩 然後中午就很開心 然後今天公布 然後我說 哇 你要幫我講 就我不喜歡 就是 知道這個事情 對 就 我那一天我心情就會 被這個事情影響 對 我覺得都是 他們都是很棒的 對 然後 很榮幸可以 加入這個 原子組裡面 就這樣 可以 趁他們一下這樣子 對 如果拿男主角 會不會有圓球 不會搶轉 我先拿再說 哈哈 我現在不知道 我現在沒設想那麼多 我覺得就是 能入圍已經很開心了 對 現在沒有想到 會不會得獎 這樣的事情